但是话说回来,对于国内娱乐圈组合来说,总有一个铁打的定律,那就是红了就会散,那些曾经红极一时组合的SHE,小虎队等就是最好的例子,或许此次贴福尔血难逃这个命运。 不过,好在如今团队中每一位都有着非常高的人气,如今,三人在分开之后,都在朝着自己喜欢的方向发展,其中,王俊凯和千玺选择了影视行业,两个人分别去网了北电以及中系,而王源则选择了国外的音乐学院,进修自己的音乐。 可能因为各自学业的问题,三小只合体的机会,可以说是越来越少了,以至于网上开始流传起贴福尔血要解散的消息,甚至还有网友放出了视频,证明三人关系早就早就存在不合。 还有人说,这是三个人在互相竞争资源缘故,毕竟娱乐圈也只要这么大吗?自从流行音乐鼻祖小虎队,开辟了解散的先河之后,再到后面几个组合的解散,所以,此次大家不由地开始担心起贴福尔血了。 然而,就在外界消息传得沸沸扬扬的时候,TF4三位成员用自己的行动打破了这一传闻,就在11月8号的时候,王俊凯和易阳千玺,零点准时送上了对王源的生日祝福,可见三人还是十分要好的。 王源虽然由于学业原因较少出现在大家的面前,但他也不时地会在社交平台发布自己的动态,而且小编相信,有很多小伙伴们跟小编一样,期待着他学成归来的那一天。 所以说,即时即日,即便是TF4四解散了我们也是依然能够接受的,因为如果他们还是在一起话,反而还会影响彼此的发展。 小编认为,或许TF4四这个名字对于三个人来说,也已经不再是那么重要了,他们可能更希望大家称呼他们为演员王俊凯,演员易阳千玺,歌手王源,大家觉得呢?